我们曾经多次报道过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骗局 揭露其中的营销骗术 但是还是有许多老年人屡屡的中招 近日一位定居在广州的退休教授现身说法 出书拍视频用自己的亲生经历给老年人上了一课 最近的央视面对面记者专门采访了这位首次保健品骗局的退休教授黄勤 保健品公司呢无所不用其极 叔叔阿姨叫做甜的不得了 这个床呀暴力的厉害 这个贫土物厂家呀 三台就起批两万块钱一台 而我呢是六万块钱买的 那你用那个有效果吗 我也不知道 上帝知道我不知道 视频中的这位老人叫黄勤 今年87岁 从1995年开始 他在保健品和保健器械上的花费累计高达四十多万元 黄勤在保健品和保健器材上花钱 开始于1995年 当时65岁的他查出自己得了糖尿病 同事建议他尝试使用保健品 于是黄勤从参加保健品讲座开始接触购买保健品 收费吗 不收费啊 还送你东西啊 所以您就去听这样的讲座 保健品那些班嘛 就是作为讲座讲课啦 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给你听 西北一个什么单位 我不记得了 那个女的姓杨的 她就来办讲座 办了一连办了三天 开始没讲保健品 开始讲故事 讲她跟她妈妈 当年悲惨生活的故事 讲到那些老太婆啊 都陪着哭啊 上讲台送纸巾给她 第一天完了以后就送东西 送洗脚的盆子 做针灸的那种东西 反正就天天都送你东西 讲到情道之处啊 她跪下来 喊爸爸妈妈 说我已经没有爸爸妈妈了 大叔大妈你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大家很感动 讲了几天课 后来就怎么买了 她就这么宣传了 她一边有照片啊 有那个电视 电视 讲她的公司的规模啊 什么什么 讲到出这种东西 吃了有什么好处 那么这样 大家就抢单买了 抢单啊 还要抢啊 要抢的 有些人买不到 这才值钱嘛 所以就抢单购买了 那么买了就很高兴 价格贵吗 好像五千多块钱一份 那价格很高了 那从保健品来讲 五千多块钱一份 一份就是吃吃一年的 五千块钱 当时说拿就会去拿吗 就去买吗 拿的出的都买了 您买了吗 当时买了 听讲座的时候 黄秦遇到了很多老人 他们大多数都是冲着免费领取生活用品来的 对于保健品公司来说 这仅仅是套路老人的开始 就是说爱就是我们的国文广告 就是爱说小家长的对不对 而既然是套路 当然就不止这一招 他还什么带去旅行啊 旅游啊 旅游要收费吗 不收费啊 也不收费 也不收费的 免费带老人们出去旅游 不仅仅是让他们购买保健品这么简单 一般情况下 推销员会借贷老人们旅游的机会 趁机了解他们的情况 为每一个老人建立专属档案 那您怎么知道他给您建了档案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原来有个保健公司 有个小孩呢 跟我联系的 后来那小孩走了 换了一个小孩跟我联系 我一句话还没说 他把我的情况都讲得很清楚 当时我就开玩笑了 我说你是福尔摩斯啊 为什么我什么也没说 你都知道我的事 那后来了 我就知道他们是有档案的 他就是那个人家庭怎么样 能不能买得起保健品 那个买保健品 要不要跟家里商量什么 他都知道的 有一次推销员们得知黄秦生病住院了 马上赶到医院看望他 他去医院看您 会给您还讲别的东西吗 不讲别的东西 就是问阿姨身体好吗 很少讲别的事情 但他就对你的事情 他都能套清楚了呀 他所需要知道的东西 他都知道了呀 您当时住院的时候 心里也挺高兴的 这么多人来看 那是啊 我隔壁床那个阿姨 他都很羡慕 他说黄老师你真好 怎么那么多人看你 送饭的送水果的 帮手洗衣服的 什么都来的 所以他这些卖保健品的东西呢 他就是打亲情牌 阿姨叔叔叫个不停 奶奶叫个不停 所以你都对他很好 从内心你能接受他们 我都不像这些卖保健品的 姑娘小伙子的气的 因为他们也是喂晚饭 做个职业嘛 黄秦曾经是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 很多人也许会问了 大学教授为什么无法分辨 这些保健品的骗局呢 这就要从2010年 黄秦的丈夫因一向癌去世说起 当时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 又联想到家族里另外几个亲人 也因为癌症去世的 他对癌症越来越恐惧 后来寄托在保健品上的希望 也就越来越大了 主要是我艾雷生病了 那个癌症以后 我就很害怕 所以买给他吃就买了好多钱 买给他吃有个什么叫做 蚯蚓的提取物 说是中央首长特供的 那个就好几千块钱 一个我都买了 因为反正吃不死 好不好好多少 那就看情况吧 反正就是这样 你们那种心态会是什么样的 一个就是一种期望心理 对疾病的无奈 对健康的期待 对死亡的恐惧 这使得他们呢 就很想要有一种什么东西 能够帮助他健康 那么人们都说 是要三分毒 所以老吃药也不好的 那么能够有一种东西 起辅助作用 能够解决问题呢 那就想试一试 再有呢 他们狠毒的一个办法呢 就是用名人效应 就是很多名人吃过 所以给你们这点 对啊 你们能这么轻易的去相信吗 他有疏违症啊 也不去查 就他们告诉你们 就接受什么 我们上哪去查呀 老百姓你到哪去查 查的时候 他是不是朱德 邓小平吃过他的药 你怎么查呀 因为有时候呢 买也不是很贵 行 试一试 不行嘛 当教学费一个六百六就算了 所以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心理 推销保健品的套路 主要针对的就是老人对疾病的恐惧 和对健康的渴望 一个套路下来 即便是心理学教授 也无法抗拒保健品承诺的奇迹 和套路对人的控制 您从当时买保健品开始啊 到现在您统计过您花过多少钱吗 报纸就登了说花了四十万 您自己算过吗 不只更怕 你想对你们来讲也是一笔大的支出 和家里人会商量吗 不用 不用商量 不用 因为我的钱 也不会给家里人说这件事 也不说 反正买这保健品 都没有跟他们说的 您买的这些保健品 有没有产生过其他的副作用 有用没用我不知道了 他在吹牛 拿过物院津贴的才卖 其他一般人还不卖什么什么了 他十万多块钱 卖给我 我后来开始吃两颗 我吃了两颗 第一天吃了两颗很好 睡觉 第二第三天不行了 我就找了卖保健品的 他说那你就吃四颗 四颗还不行 他说你就吃八颗 一天三次 三百二十四 一瓶就是五十颗 一瓶就九百多块钱 胶囊 能这样吃吗 所以我就不吃了 吃不好 但也吃不坏 吃上了多少是个安慰 本着这种心理 黄秦的保健品就这么吃了二十多年 但一次偶然的经历 让黄秦对保健品公司产生了质疑 我去他那里买了一种叫做线粒体素 他卖七百块多块钱一盒 我买了半年的量就四千多 后来我把这个盒子给我儿子 我儿子到美国去买了 买回来不到二十个美元一盒 就是说一百多一点钱一盒 他这里卖七百四 买搓脚的红外线三千多块钱 现在报纸灯九十九块 前天两天的报纸也揭露一个 说四块五毛钱成本的东西 卖九百多块钱一盒一都有 保健品公司暴利的很厉害 你觉得太混乱了 太乱了 自从发现了保健品的暴利之后 黄秦开始独自在广州附近做调查 他发现仅仅在广州附近的一个小镇上 现在就已经有五十一家卖保健品的公司 而这些保健品公司并不正规 这也为他日后现身说法揭露骗局埋下了伏笔 您还专门去社会上做这样的调查 我做过调查 您这么大年纪八十多岁怎么去呢 怎么做呢 没关系 就您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 我说您到那主要调查什么 通过什么方式来调查 我有学生在那边 因为当年我在广州寺院教书的时候年轻 我一般学生是四十后的 这些还甚至七十多岁的都 所以我这里广州还有些人卖 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调研这个事呢 那就要写东西要搞清楚呀 您看到了什么呢 通过调研 就是暴力吗 你要像我那小杨 他本来是在保健品公司里做卖保健品 搞熟了路 他自己开了保健品公司了 就去年一年呢 他就赚了好几十万了 一个小男孩 他是建筑专业学院毕业的 那么他也就卖保健品 一旦有了质疑 人就会恢复理性 2015年 黄勤利用自己的专长 出版了心理健康活百岁一书 书中专门对老年人买保健品的问题 做了分析 您写这本书 希望更多的老人 也希望能够不再这么说 我就希望 我想出去就希望 大家都不要受骗 现在媒体上对您的报道特别多 您听到最多的声音是怎么对您的议论呢 我就在网上看到 有人说我打假打得好 有人说我能钱多能傻 有人说我蠢货 你听到这些评论 你自己内心会有什么感受 最近我这么这么一闹腾 报纸电视都登了以后 没人找我了 现在 我女儿还说 你小心 保健没有派人打你 我说不会 这样 法治社会 你干嘛打我 那么容易挨打呢 不仅如此 黄秦还在视频网站上现身说法 揭露保健品公司的种种套路 他就是说这是中央特供的 供应很少 只有拿到国务院特殊金贴的专家来供应 保健公司造假也比较厉害的 后来传媒曝光了 那个医生啊 是湖北话剧团的一个退了休的演员扮演的 您现在买过的那些那么多的保健品 保健的器械没有用完的怎么处理呢 就扔掉了呀 那花了那么多钱买它 买了呢 那你未必吃垃圾啊 宁可扔掉不要吃垃圾了 您什么时候会觉得它是垃圾吗呢 招钱买的时候觉得还可以 后来吃着吃着觉得没有用 那么就算了 就扔掉 会觉得可惜吗 花那么多钱然后再扔掉 花就花了呗 已经花掉了就算了 再买个教训了 了解了保健品公司的真实面目后 黄秦开始远离保健品 但是庞大的老人群体 依然是保健品的主力消费人群 老人因购买保健品上当受骗的新闻 也不时传出 知道了 你请了啊 那不能这么讲啊 知道了 快点啊 咱们的老人 他们感觉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孤独 这老太婆 他们没事打麻将 打麻将也可以 一块钱一盘 最多输他五块十块 那也不是输不起 老人的这种关怀和孤独感 是他们容易上当受骗的原因吗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他孤独啊 这些孩子呢 他们是打亲情牌 阿姨叔叔叫个不停 到来帮你这个呢 所以他们就是就容易相信了 那老人都很高兴 有时候钱不多买就买了 买点保健品 老人孤独 所以家里啊 儿女怎么样对老人好一点 多关心老人 这也是一条路 这使得老人不那么容易受骗 希望有一种这个群体这样的一种光华 人一定要多老多好 人要有事做 就是老有所为 你能够才老有所为 为安慰的为 你光是混吃等死 那你人就无聊 就寂寞对吧 所以人呢 不管多老都好了 你自己要找到自己生活的支点 你没有自己生活 没有支点 你依赖儿女 还是依赖什么东西 你就容易出问题